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在杰森手里的人不下百人了吧 但人们就是好了伤疤 忘了疼 这天又有一对情侣开着游艇来到水晶湖游玩 结果船上的电器漏电 电流通过锁链传到了杰森的尸体上 就这样不管你愿不愿意相信 杰森就这么复活了 杰森爬上了游艇顺手干掉了这对情侣 接着杰森驾船一路从水晶湖沿运河进入了大海 涛哥也是真的没想到这个家伙这么多才多艺 连游艇都会开 画面一转 大学教授古板叔带着一群学生登上了去往纽约的曼哈顿游轮 游轮上有如一个花花世界 到处充满了酒精音乐和诱惑 可把这帮年轻人给嗨翻了 不过我们的女主是个保守而又腼腆的好女孩 虽然心里也很想去玩 但因为家庭教育比较严苛 特别是古板叔又是他的教父 所以女主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疯 不过女主腼腆的样子也深深的吸引了同行的小帅 女主也注意到了小帅 两颗年轻的心偷偷的走到了一起 这天女主路过一个船舱 无意间撞到了同学风骚姐和亚洲妹在嗑那个啥 风骚姐认为女主会将他们嗑那个啥的事告诉古板叔 为了给女主一个教训 风骚姐将女主约到了甲板上假意聊天 然后趁女主不注意将女主推到了海里 我们的女主不识水性 害怕的拼命的挣扎 一低头就在水下看到了一个脸部溃烂的小男孩 男孩正死死的拉住女主的腿往海底拽 还好小帅和其他的同学及时出手 才把女主救上了岸 但经过此事以后 女主的幻觉却越来越严重 经常能够看到那个小男孩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张牙舞爪的向自己索命 画面一转 古板叔得知了女主落水的事后 来到了风骚姐的船舱问话 没想到打扮性感的风骚姐竟然主动投怀送抱 而古板叔也是定力不够 和风骚姐拥吻了起来 但没想到的是 两人亲吻的画面被风骚妹的追随者维索哥拍了下来 风骚妹准备一次要挟古板叔 不光沉寂要全优 还得给她优秀毕业生的荣誉 没办法 古板叔只好满口答应 谁知好景不长 洋洋得意的风骚姐正在洗澡时 被突然出现的Jason用镜子碎片给干掉 接着Jason又来到了驾驶舱 将两名船员残忍的杀害 所有的人都被惊呆了 这到底是谁干的 游轮上的老水手西里哥 早年听说过Jason的大名 也知道Jason的杀人风格 说这次绝对是Jason回来了 古板叔自然是不相信 但接下来又有几名乘客被杀 几个年轻人一商量 决定武装起来反抗 于是大家在船上找来了各式各样的武器 组成了巡逻小队 准备干掉Jason 但可想而知 他们哪里是大神Jason的对手 结果一个个的送了人头 最后游轮上找起了熊熊大火 眼看游轮即将报废 古板叔和小帅带着女主等人坐上了救生船 随后几经辗转 几人终于到达了纽约 几人却不知Jason一直潜在海底跟着他们上了岸 在一上岸 古板叔马上报警 叫来了警察寻求庇护 可他们刚上警车 两名警察就被Jason给干掉了 女主趁机驾驶警车逃离 结果女主的眼前再次出现了那个溺水的小男孩 小男孩正朝着女主张牙舞爪的哭来 在慌乱中 女主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直接撞了上去 结果下车一看 发现倒在面前的正是杀人魔Jason 车上的人赶紧就逃下了车子 接着在熊熊大火中 女主终于想起了自己为什么会看到水中的小男孩 原来在女主年幼时曾经在水晶湖畔度过假 当时古板叔也在 在某一天 他们散出在水晶湖上 古板叔和女主讲了落水Jason的故事 然后恶作剧地将女主推到了水里捉弄 受到惊吓的女主在湖底见到了已经腐烂的童年Jason的尸体 从此之后 就在女主的心中埋下了深深的阴影 想到这里 女主对面前的古板叔非常的生气 愤然离去 就在这时 原本以为被撞死的Jason再次复活 Jason抓起古板叔就把他溺死在了水桶里 此刻游轮上的幸存者只剩下了小帅和女主两个人 为了躲避Jason的追杀 他们从小巷逃到了地铁站 但Jason总是在不远处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们 他们向别人求救 但大家似乎都看不到Jason的存在 都不把他们的求救当真 两人被逼无奈逃到了下水道 而下水道的工人让他们赶紧离开此地 因为十分钟后 下水道会涌出大量的腐蚀性液体 然而话音未落 工人就被扑来的Jason给杀了 接着女主用铁桶内的腐蚀性液体泼向了Jason Jason捂着脸发出了痛苦的嚎叫 这时下水道果然涌出了大量的腐蚀性液体 女主和小帅爬上了梯子 Jason也跟了上来 在危急关头 小帅一脚就把Jason踹入了水中 Jason一番挣扎后退去了身上腐烂的皮肉 又变成了年幼溺死的小Jason的模样 看着躺在水中的男童尸体 女主和小帅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面前这个可爱又可怜的小男孩 谁会想到最后变成了恐怖的杀人狂魔 而这一切就是因为当年那群年轻人的不负责 才导致了Jason的悲剧 更导致了后面那么多无辜人惨死的悲剧 一部系列电影拍到了第八集 还能看吗 出人意料的是 本片却是黑色星期五系列中拍的最好的一部 编导罗伯海顿在杀人如麻的招牌式剧情之外 多少也拍出了一些别的意思 特别是女主最后从幻觉之中 看到了Jason的成长过程 终于多到了她的致命弱点而将她给制服 压轴戏犹如是整个系列电影的缩减版 有不少其中的精彩片段 也是本片最有吸引力的高潮 好了 这个系列到此完结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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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